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驚動大家了 讓大家今天早上要來這邊參加我的記者會 那說實在這個記者會召開實在是我非常慚愧的一個時刻 那這個多年前發生了一段不應該發生的這樣的感情 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難過 也受傷 那說實在的我相當的自責 那也向她非常誠摯的致歉 那在當時也獲得了她的原諒 那所以她對於這個現在媒體報導的這些內容 其實她當時就知之甚嚇了 那當然沒有想到隔了那麼多年之後 那昨天用這樣子比較鉅細靡的方式 然後在媒體上呈現出來 那當然造成了那麼大的風波 那也驚動了整個社會 我個人對於這樣的風波我非常非常抱歉 那對我的支持者對於大家其實都深感歉意 那我這個在今天要送我的孩子出門前 那我特別跟我太太跟三個孩子 大家圍在一起 那我再次的跟他們說聲很對不起 就是這幾個新聞又再次的讓他們就是受到驚嚇了 那我也很謝謝他們 就是在出門前跟我說一次把她加油這樣子 那說實在的 這完全都是不應該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完全沒有邀請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參加這個記者會 雖然她原諒我 但是這是我個人犯的錯誤 我自己承擔就可以了 我自己來面對大家 跟大家說聲請拍謝 那也希望獲得大家的原諒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表達的 那也謝謝她的關係 謝謝 跟大家說聲請拍謝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表達的 那也謝謝她的關係 謝謝 謝謝 委員請問一下是怎麼受人身身為女子的 全部互換期時間多久了 委員身保會退選 請問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